大家好 欢迎收看ET才智Talk 今集继续邀请来的基金经理朋友 Nighton1的Marco KKG Marco 你好 Marco 你好 Marco 上次我们就提及到 一些俄乌的危机事件 和ESG相关的股份的关系 以及也教大家 如何用一个ESG的眼镜 去筛选一些不资源相关股份 我想大家对这一方面 都开始有时深微的形式 但今集叫你来 其实是要再进一步深入少少 没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想可能很多人都想知道 因为最近我们整个市场的焦点 就是加息 加很多息 加快退市 通胀又压不了下去 很多的高估值股份 在场外 成熟市场那些都跌得很厉害 因为ESG股份也是其中之一 就是浪费股份 那些投资者一定会跟你说 哇 现在风高浪急 你还跟我说ESG 是 其实我想我们 我们看看 如果今年 大家都可能看到市场表现 都很害怕 如果我们看看 标准普2.500 应该大概跌了 这一刻大概11%左右 如果你纳指的话 由高位 或者年初至今 大概都19-20% 我们很自然就问一个问题 现在我们要面对的 就是特别是这两天 我们都知道 联储局很鸣派的了 在利率期货的市场 就反映到5月份的会议 在5月初 有没有记错 在5月初 加息半厘的情况 97.5 即你当是加硬的了 好了 再看远一点 6月份的会议 如果是加0.75% 那个机会率都达到87.5% 那你半厘再加0.75 即已经是加了1.25 那还有 不要忘记3月份 加了一次 那其实差不多1厘半了 那我们就再将 看一年之后 我们长远一点 其实1厘 一年之后 我们看到差不多 那个利率是会到3厘的 好了 由这一开始到3厘 那我们要看 就是说 之前的调整 是一些个别高股 股值的股票 比如包括高科技 增长型 那我调整不少 但是去到一些 叫做再生能源 也好 那不要太担心 我觉得再生能源 是长远的 如果再生能源 都不行的话 就没有什么好说了 但是 再生能源 或者相关的公共事业 它的调整的原因 虽然是由股值高 下来一点点 但是有点不同 最主要原因 就是说 当一些叫做 折让现金流的模型 去计算的时候 因为通常我们看到 一些公用股 它的资产 它的年期 会比较长 就是 Duration 会比较长 所以截现回来 只要加息 加少许 它影响它的股值 就会高一点 那敏感度 那关键就是 我们都知道 调整完了 那关键是什么 现在值得买 是的 我们看到个别的 一些再生能源公司 它的PE 现在下来 大概是30倍左右 有些欧洲的 大概是16倍PE 所以我们说 还有它是一个行业的领导者 因为我们之前提过 澳污事件之后 其实在很多国家的计划当中 它们不想再单一依赖 在个别国家 要能源安全 工业 能源安全 3月份 譬如在权威机构 EPFR那些数据反映 3月份 ESG相关的基金的outflow 是达到破纪录这么多 是不是一度令我 有点担心 但是对了 你坐在这里 我当然要问你 但如果我们看回 拉长远的front flow去看 其实又真的看到 整体的资产管理规模是上升的 即是 无论我们接触的ETF 债券相关 甚至你美国的债券发行量 其实都是上升的 即是否都配合了 你刚才说的说法 短期的波动 大家捱一捱 找个好位 但其实长远的Theme 这个是不改的 我们去分享 譬如可能在炎光幕看到的 有一个 就是我们那个叫做 可持组基金整体 那个过去这几年的 一个流入的情况 我们看到 就由2019年开始 其实跨越了三个年份 总共有12个季度 如果我们逐年逐年去拆的话 我们看到2019年加上 那四季大概都是 一千多亿 一千六百 八十亿多 但如果去到2020年 虽然我记得2020年 大家印象三月份的时候 有调整 有正流出 但2020年全年 加上有 差不多四千五百多亿 只要说2020年 对比2019年 升幅是69% 好了 2021年都是多市一年 是吧 有疫情 但你看到 至少是正流入 四季都是连续正流入 然后我们将四个季度 总体税加上 都差不多六千多亿 其实也刚刚是 对上一年 大概四十五百多亿的升幅 所以我自己去看 我也有时候 跟我们业界的朋友说 其实暂时看下去 虽然每个经济体系 国家都有不同的 性格 在可能在 无论在 贸易 会不会有些僻侣 想有保护主义 但是唯独是 我们看到 暂时只是 在这里 就好像是 气候变化 和减碳这个进程 全世界都相对 是一个共识 所以这个 随着这个共识 大发展 就是很多政策制定 未来都会加速这方面的推动 所以我们觉得 加上资金的支持 我们觉得也是一个方向 是值得大家去想的 是的 我最近我看到 例如Morning Star 大家都会经常去追踪那些资金 我看到去年的第四季 其实那个影响也很好 特别是我们 喜欢追踪亚太区 就Asia x Japan 其实ESG的资产股 规模去到六百三十多亿美金 其实那个年增长是夸张 有70%增长 是的 那变成了今年年头 我们就刚刚经历了 一些很大的风险因素 也是叫做黑天鹅事件 但变成我们上一集都说过 譬如俄乌局势 变相地有机会 令到大家对于ESG 这个话题 可以勾起大家的投资 那个热度 没错 刚才亦都配合阿Baco所说的 这个长远的趋势 那我们今年 最重要的是timing 那究竟在经历第一季的回讨之后 我们接下来有什么话题或者主题 其实可以配合这一样东西 提醒投资者 其实长远来说 为何我们都一定要拿这些相关的基金 我想市场我们每一年都会看到不同的一些议题 或者挑战 或者风险 或者有不同的因素 所以放心 每年都精彩 那是否等于我们每年都没有投资机会 那当然不是 所以我们看回大概 我们相信希望在五月份之后 为什么五月份之后 会比较一些明确多一点的方向 就是我们知道 下一次联储局开会 就是五月头 然后到六月会开会 七月开会 我们记得就是什么 五月初 六月中 七月底 为什么呢 其实今次五月份的开会 有一个很重要的启示 就是正正是代表了究竟联储局 在一轮的鹰派言论之后 我们叫它做很多的放话的动作 manage大家的 expectation之后 大家预期了 build in 了这个因素之后 在市场反映完之后 接受了这个一次加息的可能性 其实是一个预备来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就是五月份之后 整体市场到时 俄乌局势会怎么样 会不会开始进入一个 比较明朗一点 有谈判的阶段 还有大家都预备了 最坏的打算就是 如果战事不能够短期解决 长久战 我的长期计划是怎么样 他没有可能接受到 长期一个油价是接近 即是150元一桶 200元一桶 所以是更加明確推动 到最后 我们觉得在今年年底 有一个之前都提过 就是一个叫做 气候峰会27 COP27 大家要趕着 在COP27 正式开会之前都要交功课 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觉得 时间上 关键是和这个 螢光幕看到一张图表有关 因为开气候峰会27 大家看看 做得到不到位 如果一看的话 很明显就是不合格 因为我们看到就是过去 起码由一零年到二零二零年 就是大概十年的时间 其实每年 都是五千亿多些的一年 加上六千多亿 但是其实 由二零二零年 去到二零三零年 未来十年 我们说的一年 是要四万多亿的 所以 其实是 绝对是资金 一个很庞大的缺口 如果我们要维持1.5度的温度上升 所以 其实我们希望 未来这几年 大家的关注点就是 回到一个全球 暂时看到 唯一一个有共识 有共同一个理念 要处理的一个产业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觉得 在时间上 大概会比较明朗化 五、六月之后 大家逐步可能会反映这些因素 刚才Marco提到 就是1.5度的目标 现在全球 即过爆国家 其实都是 亦都决定了这件事 想一次达至这件事 就源自于巴黎协议 譬如2015年的共识 另外 其实经常有人说 譬如联合国 亦都有一个SDGs 一些不同的指标 有17项的指标 其实不同的国家和企业 都应该去达至一个 可持组或者是绿色的发展 其实无论这两项 这么重大的目标 现在都是 就是 差很远都是答不到 是 现在来说 我们看到 先说 联合国整体 可持续发展的17个目标 如果我们要做到这些目标 在世纪中之前 其实我们说的每一年的投入 是去到5万至7万亿 美金的规模 其实现在说 我想20%都不够 第二 甚至我们不要理会 那17个目标 包括了优质教育 水资源 灭贫 这些东西 我们先说 只是针对一样气候变化 是 如果一样气候变化 针对巴黎协议 控制1.5% 1.5度的气温度 其实都要2万至4万亿 最新的那个 其实我们做了 大概真的25% 只有5千亿 所以说 我们的基建投资项目 我们要借钱 给有需要的企业帮它转型 绿色金融 完全未到位 完全未到位 所以我们觉得 除了要达到目标 每年都要做到2万至4万亿的投放资金之外 其实都要追赶 catch up 过去之前不够的地方 所以我们觉得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目标 就是为什么机遇 接下来会陆陆续续追回 之前我们所miss了的东西 如果我们说追目标 有时我都会看下 究竟不同国家 在这段时间 对于达智 例如炭中和等等 或者多少比例的绿色相关的能源 那些我都会看下 那我就发现 其实有很多成数的国家 其实一早已经铺路 就是元首国 一定是欧洲那边 然后美国就追赶得很重要 区内其实日本 近年都做得挺好的 但是有一些 我们经常都说 污租国 比如中国为例 我经常都会看到 全球碳排放 从来都第一个 那如果我们在一个 做ESG相关的投资的领域底下 是应该避开这些污租国 还是怎样 这个就是我们经常都要讨论的一个议题 之前我都用过一个例子 其实很多女士们本身的条件很好 其实一点都不肥 但她说要减肥 就是我这样 是 像你这样说 我不相信的 因为没用的 因为你本身的空间已经都不肥了 好 但是反正来 用这个例子做减碳 就是说 其实我们要找一个机会 我们经常都说要减碳 碳中和 这些 很简单 我们要找一个本身 它是碳排放量最大的 最厉害的 这个国家 才有改善空间 所以譬如你看到我们的源头 就是说中国现在暂时 全世界的碳排放量就是百分之三十左右 就是第一位 第二位就是 国家来说就是美国 但是不要忘记了 原来我们看到 以前我们有一个叫做巴俄中印 就是金珠五国 其实如果我们将俄罗斯 我们将巴西 印度 我们再加上印尼 这几个地方 这只是不算中国 刚才那四个国家 其实都超过美国 那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见到 一个碳排放量 国家在新兴市场为主 所以如果我们真正 带来一个叫做 为社会带来正面影响 真是要在着手高碳排放的地区 然后去处理这个减碳的工作 那我们见到 即是炎光幕见到 刚刚就是说 中国就是为碳排放的大国 三成多 接近三十多 但是在左下角 我们见到 包括了巴西 印度 俄罗斯 加上印尼 其实是接近15% 是超越了美国的 所以其实如果我们 从一个叫做 新兴市场或者成熟市场里面来说 其实千万不要 就是将这个机会 只是放在成熟市场 没错 他们那个概念 或者他们的发展 是比较快的 但是要着手处理 可能我们要借用他们的技术 他们的知识 放在新兴市场 才能真正做到 为世界带来一个正面的影响 等于 比如我们以前在想 投资新兴市场 其实你摆明就知道 风险一定高一点 但是因为他们的基数太低 他们一样就一声增长 所以我们在买它 是爆炸力 那我好像这个感觉 你今次和我说这些东西 我立刻想起这些 而我看到你 比如刚才都分享过一些资料 我发现很刺激 原来现在全球80% 金融资产 现在是发达国家 但是原来70%的 可持续发展目标等等 其实那些资金需要流向发展中国 其实也支持了你的说法 就是我们不要买那些 已经开始成熟的地方 但是我们也要 放一个风险在中间 就是我们要有一个风险准备 其实我们是买它们的 估值之外 我们是承受多少风险 没错 其实我想从一个投资 真是我们去配置我们的资金 给投一个真实的一票 买些什么公司的时候 那我们就看 除了公司本身 是不是有一个很健全 很有长远方向的 一个减碳的计划之外 那我们都要考虑的 因为在减碳的进程当中 这个转型 我们都说是能源转型 不是能源变型 所以转型是需要花时间 是 好了大花时间到最后 一定会有些胜利者 也会有些失败者 所以当我们做这方面的投资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做很多的评估 所以我们都不会执重 所有的一些 减碳相关的投资项目 在个别版块 譬如举个例 再生能源公司 那有些我们暂时 都会选一些叫大的 在那个无论是风能 太阳能的技术方面 有一个叫做明显的竞争 领先优势 好了如果去到电气化的 那我们找一些零部件公司 首先它在供应一些大的车厂 好了 同一时间 我们都要发掘一些新的板块 那这些板块 可能我们香港同时 会少接触 不是说我们不懂 是因为我们通常的目光 因为我们媒体很多时候都会说 光伏 光伏技术 太阳能 风能 电动车都说不少了 我想这些年两左右 那可能有少少在 和农产品 农业相关 但是做到减碳的板块 我认识不多 是的 那我们之前提过一下 有几个 包括了我们的建材 我们提过一下 那通常我们脑里面就是想些 是否太阳能玻璃 这些股票我们香港也有的 是的 但是其实不单单是隔热玻璃 是否整条链 例如铃铛、铁、铃、泥 那些其实全部都有 有一些冷银轨 有一些金属 有一些砖 隔热砖 很多这些物料 其实在整个建筑物 叫做资源效益的板块里面 是很多的选择 另外做一些 大家可能会陌生一点 其实只要我们去一去 我们的浴室 那我们找或者女士们的梳妆台 那我们有很多健康护理的用品 比如洗脑水、沐浴露、护肤品 那当中很多成分是化工 石油化工的副产品 那随着大家对于这个 减碳的要求越来越高 那所以这些成分会被取提 那所以有些公司 可能做生物化工的公司 它是制造这些叫做代替品的公司 是会拿了不少的盈利 拿了这些其实本身的market share 所以我们看到随着大家的减碳意识 相当之高 那所以这类型 都会我们纳入在资源效益方面 那到最后呢 就是一些叫做玉类代替品 那这一项的投资 我想是 也都是俄乌事件 是 自从糧食的安全危机问题 也都引发了的时候 大家这方面的考虑 那所以 资源效益 是我想我们要预重多些 嗯 那刚才提过 譬如一些建筑相关的东西 Marco 带了大家去一个新领域 那 稍后可以分享多些 但是譬如 肉类等等 其实都是一个减碳的大主题 是 那这里是说些什么呢 可不可以和大家分享多些相关的资料 好 其实我们在我们生活上 除了通常通胀 我们的讲讲 我们的街市 那些菜会不会昂贵了 或者猪肉昂贵很多 啊 畜牧啊 这方面的一些的产业里面 当中是耗用了我们很多的天然资源 那如果我们纯粹 就头的三项 右手边的数字 包括了其实呢 我们的可居住用地 全世界 有45%的土地用住地 是用来做了耕作 和治养 就是这个 家禽啊 不同的生畜 那另外呢 原来我们的淡水 可以用的淡水 有20%拿出来 去灌溉 治养的 那另外呢 我们用了这么多了 但是它们产生的碳呢 哦 原来很多啊 其实是20% 这20%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刚才剩下的80% 就是我们平时讲的交通运输系统啊 工业用的生产过程 剩下的20% 大概就是这个方向发展 那所以如果我们有一个有效的途径 在治养 或者是生产一些农作物的时候 能够减碳的呢 那这些企业呢 会带来一个可观的盈利前景 那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们讲的其中一个 就是我们展示给大家看 就是我们讲的呢 特别是植物育方面 那讲的是 起码一个100亿的市场 也都是陆续发展的 那上市公司选择暂时不多 但是很多技术 有些龙头的 有些龙头的 当然我都是一路去参与这个过程 都了解多了 原来植物育呢 当然有用黄斗做的 是的 亦都有一些叫做用昆虫 细胞蛋白 有不同的这类型的技术 那所以呢 我们见到这方面 当然有些领先的企业 就已经和全世界不同的大型的快餐链锁店 已经签订了合约的了 在我们香港个别的发展链锁店 可能暂时见到一两行 M字头那些都有的 M字头 B字头 K字头 希望陆陆续在供应链的压力放缓之下 我们会在我们的生活上 见到这类型的产品多出现 这个挺有趣的 可以迟一点我问你私底下 再了解多一点 因为我觉得很有趣 除了这个主题 大家可以多一点留意之外 我想实在都很多人说 其实如果你说说零碳或者减碳的话 其实都是想回你刚才说的那些 风能 太阳能 电动车等那些 其实这些主题 是不是都已经是现成 我们都应该在Portfolio里面有一些 然后再加添你刚才说的一些 未为人所完全熟悉的 等再多些人说的时候 其实我们原来已经适于微视了 是啊 因为其实我想我们香港的投资者 因为我们其实港股都挺丰富的 其实在香港的股票市场里面 其实种类都不少的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一个零碎的一些 讲盈利的故事的前景 去买个别的股票 但是当我们做一个一项 就是专业的一个主题性的投资的时候 我们会退后一步 或者我们看看整个宏观的画面 会有些什么机缘 正如我说 就是说一个叫做 再生能源包括了风能太阳能 电动车的产业链 这些我们都大概知道 电池 都听过了 反而我们在一个叫做资源效益的方面 就刚才提过一下 而当中一个可能我们又相对熟悉一点的 就是建筑材料 是的 其中一件不能忽略的 就是我们有一个 之前一个叫做国际能源署的报告 上面那些电动车 电池产量那些 看起来很夸张 其实一点都不夸张 但我想带大家看看一个数字就是什么呢 说到世纪中的时候 就是不是很久的 二三十年的时候 那我们就全世界建筑物 无论是商用的大厦 或者是住宅用的大厦 八成半以上 是需要已经是叫做炭中无Ready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无论是冷气系统 我们的建材 包括了我们可能玻璃的隔热能量 我们建的建筑物料 这些都是一些和资源效益相关的主题 甚至有些领域就是 可能大家都小留意 就是一些叫软件公司 我们去做这些 我们要弄到一些建筑物八成半 是好环保 或者炭中和 怎样做呢 怎样做呢 不能估计 所以在一些叫做建筑行业里面 其实有很多应用软件 就有点像电动车的应用软件一样 就是说当你5G运行得很畅顺 因为你的电动车终极是无人駕駛 那你要很精准的一套的软件程式 去帮你去行 监测会不会碰撞 速度 而在建筑业里面 其实已经有好几间 值得去投资的软件公司 它是帮你由一个地盘 你的规划 你用多少个材料 成份 什么物料 去建造一个达至炭中和的建筑物 已经产生 已经有了 所以我们在涉猎 在一个叫做资源效益当中 其实听上去好像 是不是一定是砖 玻璃 水泥 金属 不一定 有些叫做促进者 Enabler的方法 一些服务平台 或公司 就是这些软件製造商 我们都是有密切留意 因为这个是帮助我们 容易去达至到 那个四几宗的目标 也是 我看到各方都参与 一起去推动这件事 包括最近我都见到 你一说建筑这里 就令我想起上周看过 有些国际性的会计师行 其实是recommand 现在内地的房地产企业 逐步在建筑行业那里 大规模加入ESG元素 立刻令我想起 只要有各方面 包括基因经理的推动 其实这件事就可能容易和快很多 想到我们都做了 好了 谢谢Michael和我分享了这么多 包括了一些挺有趣的领域 那下次呢 看看Marco又带了些什么 新东西可以介绍给我们 好 好 那就差不多 拜拜 谢谢大家 客人 有点呢 还有 没有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